校方準備給學生的祈福袋內容豐富 蘿蔔 芹菜 鉛筆 手環 還有象徵包種的包種茶 搭配Q版小海報 學校的用心真的看得到 中和高中舉辦高三學測 事實祈福大會 新北市議員陳錦定 也來給同學加油打氣 中和高中本屆高三18個班 獎金700人 各班代表從師長手中 結果班旗大力揮舞 鼓動考生士氣 校長柯雅玲表示 校方舉辦這樣的活動 一來希望讓大家稍稍釋放讀書壓力 二來更是期免大家沉著應戰 透過我們的高三學測破百事實 一方面讓高三的同學 在每天沉重的升學壓力之外 能夠有個輕鬆舒展身心的機會 二來藉由一個這樣的活動 我們也希望鼓勵高三的同學 在面對學測的時候 能夠沉著堅韌應戰 所有高三生跟著司儀選讀誓約卡 大聲朗誦自己的目標 面對即將到來的大考 高三學生張永廷跟陳冠家說 心情難免會緊張 所以很感謝學校為大家舉辦這個活動 讓考生更有動力 剩下倒數的日子 全班會更團結 一起考上第一志願 謝謝學校辦的這個活動 讓我們全班更團結 然後一起為學測努力 畢竟剩下就是剩六十幾天了 就大家一起加油 心情多少都會有點緊張 就是感謝學校幫我們辦這麼好的活動 然後還有送我們祈福袋之類的東西 對 就是能夠讓我們就是 有力量去繼續面對接下來的難題挑戰 龍龍的鼓聲響起 畢勝龍們就在眼前 領隊手拿班旗帶頭向前衝 其免他們能在這次的學測考試中 奮力衝出亮眼的成績 記者有章魚科先被報到